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全部的暗区变为白区之后 我们的城市就修建完成 可以解锁新地图以及全新人物了 它的这个设定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因为让游戏有更多的丰富性可玩 把游戏这个解锁变为乐趣之一 汤姆猫这次化为超人 拥有了这个前方中杂的技能 向前方地面进行中杂 然后出现一个红色的冲击波 可以在远处将这个幻军干掉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冲击波如果没有的话也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它不像索尼克跑步 索尼克里面的怪物是有攻击性的 而这个浣熊你撞上它是没有一点效果的 因为本身它五毛的自身撞击会把浣熊打掉 所以说这个就相当于是远程提前的将浣熊给它打背 如果是这个浣熊或者是增加一些其他的这个带有攻击性的人物 这样的话就更好玩了 也有可能这个厂商怕跟其他游戏略过于雷同就把这个射箭给删掉了 继续重刺一瞬间打爆敌人 这个浣熊把这里破坏的差不多了 我们作为最后的超人守护者一定要修复这里被损坏的地方 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请关注手游库玩 漂亮二倍金砖奖励 还是不错的奖励机制啊 继续向前冲刺 获得了一个金属挡板 而这个挡板可以将前方的障碍物一早而空 这就是一个属于是护盾的道具啊 撞上障碍物之后 护盾消失 唐姆猫还可以继续向前走 其实汤姆猫厂商也很久没推出新作了 所以说这个游戏的出现也不是偶然 应该是极化很久的一个跑酷游戏 因为汤姆猫跑酷这个游戏已经是深入明信了 喜欢玩这个游戏的粉丝也是非常多 而且这个形象在国外也是非常的火爆 最初他这个猫叫汤姆猫 让人感觉有点像抄袭这个猫和老鼠的汤姆啊 但是当游戏成型之后 汤姆猫并不只是这个抄袭的一些想法 而是变为一个全新的一个IP 因为他这里并不是有汤姆猫这个猫抓老鼠的这个情节 而是汤姆猫一系列的朋友 像汤姆汉克 只不过这个猫也是叫汤姆啊 而对手的话就自然是这个浣熊 因为从这个游戏出货到现在 汤姆猫的对手一直都是这个浣熊 不过浣熊虽然可恶 你永远也抓不到他 就像所有的跑酷游戏都一样 我们作为跑酷的追逐者 而逃跑者是永远不可能被抓的 就算被抓 他也是会扔下点奖励 然后又跑掉了 因为这属于这种无尽的通关模式 并没有真正的所谓的关卡 有的游戏会有一定的关卡 属于是那种关卡式跑酷 像古墓灵跑酷 怕定顿熊跑酷 他是有这个关卡限制的 还有之前玩过一个叫做瓢虫少女 也是作为这个关卡的一个跑酷游戏 不过都是少量 多数还是无尽模式 从后来看 这个游戏我给出的是五星加评价 应该是最高评分的 他结合了之前的所有的跑酷内容 以及新的玩法 画面更有新的突破 看起来细节也是比较丰富 而胖猫又出现了一些新技能 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 推荐大家去玩一玩 好的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请订阅手游酷玩 让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手游戏 进入 Classic 感觉 外症 轻挡 轻挡